王十娘见墨子看过去就道 那是我大嫂二嫂 平日有点小闹 这会儿却互相扶持 王家富贵太久 经过此难 想必以后会多些真情实意 墨子暗赞他从容的姿态 你可像你大伯母那般怨恨我 大伯二伯他们也好 皇后姑姑也好 尽管在世人眼中 做了不忠不义的事 但那是个人因果 身为王家晚辈 我只能为他们赎罪 我更不能怨你 还庆幸我没嫁出去 不然就给夫家添难 再累积无辜 如果真要怨 就怨老天爷吧 圣极则衰 他只是不幸伤得晚了些而已 不怨我呀 墨子笑了笑 那就好 我这人自私 不想把麻烦招进门 还有件事 我想听你的实话 那日在船上 你为何跳水去救陈飞 王十娘没想到 墨子会追问那日的事 迟疑了一会儿 其实我知道 皇后姑姑对你的预谋 而陈飞娘娘掉落水中时 我又知道你已经识破 且反算了一招 我跳水 真心为救陈飞 也希望皇后姑姑 不会因此遭人画病 鱼肉熊掌不可兼得 你两面都想帮 到头来 谁都帮不了 墨子知道 王十娘说了实话 我只是不想看人争斗 而且 皇后是她姑姑 墨子是她欣赏的人 就像你说的 个人因果 若想两全其美 反而强求 与其勉强自己左右为难 不妨坚持立场 问心无愧 墨子懂王十娘内心的不一般 却又生长在王家这样的大家族 即便明白对错 也无法割舍亲情 自己没有过早知道和王家的渊源 也就没有对他们的亲情牵绊 如今 能淡然置身事外 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王十娘垂眸半晌 抬头 却发现墨子已经走了 坐回膳士身边 膳士问他墨子说什么 他只说没什么 因为墨子来的目的 他全然不明 囚三娘在大牢外等墨子 你这算一箭双雕还是怎么着 哎呦 这么聪明呀 知道我到这边来 墨子挽进囚三娘的臂弯 张嘴问呗 囚三娘却不知道 墨子去王家女眷那边看谁 陈娘那边行了 你赶紧让你家那位跟皇帝求情 三郎那儿我会对他说的 墨子一扬眉 还真有些意外 他以为陈娘会坚持到底 所以今日姐妹会面 有人多力量大的意义 也有送行的意义 怎么说服她的 很想知道 简单 我跟他说 你陪王婷一起流放 两个人都是犯人 就都得受苦 到时你还拖累她 如果是自由身就不一样了 流放地有小镇 他可以安个小家 常给王婷送一送十 真正照顾她 让艰难的日子好过些 要是打点得好 王婷还可能到镇上服役 两个人就能跟普通夫妻一样生活 缺什么 急需什么 我们帮衬起来也容易啊 囚三娘说了个大概 墨子翘个大拇指 无论如何 劝她彻底划清关系 陈娘的个性一定不肯 你这么说 她虽然会真搬过去 总比要跟王婷苦哈哈的强 她的性子 喜欢上了能轻易变吗 要为了王婷好 她才肯听进耳里 我瞧她这样 就特别担心我家妹妹 将来别跟她似的 为了个男人 不顾一切 囚三娘也会展现母亲的心思 墨子笑 你想太远了 与秀姐她们在大理寺门外互相道珍重 墨子就回了园府 请园成在皇帝面前 为陈娘求了特赦 再过两日 处置王家的旨意下达 王石娘贬为官马就清扫婢女 活儿虽脏累一些 但地方还算正经 掌管的小官 是江涛的远房亲戚 招呼豪达 陈娘则即刻动身 跟随着王庭 一路往北去了 后来写信告知 她买了个小宅子 离王庭流放的牧场 只有五里地 又过了些时候 王庭表现良好 再加上陈娘的打点 真换到镇子上去 两人第二年年终成了亲 就此安下家来 元成帮墨子安排好这些事之后 便向皇帝请辞 皇帝再三挽留无用 只好随了她 以她查明了皇后阴谋为由 赠送大量金银财物 并正式签订了 大周与宋帝的友好盟气 墨子在传离岗之后 看着皇帝的碾架 迟迟不曾动 就对元成说道 当年皇帝还是太子时 一定很崇拜你父亲 所以至今爱乌及乌 元成微微一笑 哼 是吧 皇帝虽然舍不得你 我却很高兴能回家 要是求三娘听到 可能会说她没心没肺 但宋帝有儿子 有妹妹 还有爷爷奶奶 一大家子堂哥 以及一起打仗的患难之交 从大球到玉陵再到大周 她在宋帝找到了家的感觉 爹娘的家在那里 敏事的根也在那里 她也想安定在那里 我也有点想元宝 元成说道 墨子顿时露出狐疑的神色 真的啊 真的 你说 虾米会不会把她最终压扁 想念的是那幅画面 墨子又好气又好笑 自己也是学不乖 差点信以为真 哪有你这样的爹 和周岁不满的儿子较劲 我怕她成长太顺 将来没出息 所以将自己设成最大障碍 不知道是真是假 墨子不管了 船从原路返回 过云周入阳城 脚还没粘地 李燕就匆匆跑上了船 张震开玩笑 李老 你这是太想着我们 迫不及待来迎我们回家 李燕却没笑 向元成递上一本折子 大人回来的正及时 我刚刚收到横城急报 这是安明侯亲笔 元成二话不说 接过就看 李老 急报所为何事 墨子见李燕神色凝重 心中顿生不安 横城刺史腾锅 总管大小事务 金银为何会在那里 大囚军发动突袭 以七十万兵马全力出击 平居二成 已然失守 李燕长叹一声 墨子大吃一惊 七十万 不是三十万吗 大囚的兵力全压在北境 以防大洲主力过江 端个寿对着平城守了一年多 原本五十万兵力 暗中被大囚王调走一半 这个军情直到他前往大洲时 仍未有变化 显然大囚王让兵士装成百姓 分成小谷 混进二洲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当了不短时间的农人 元成将信递给墨子 真是沉得住气 大囚王知道国内空虚 即便能取得一两场胜利 却耗不起长战线 久对峙 所以他必须集中一线进攻 御灵他已占了一半土地 又是倒势 一旦拿下 他们一守 我们难攻 大洲肃王和王皇后 先后叛乱未成 他没有内应 暂时啃不动了 但宋帝心政 一切尚在恢复 横城至平城的元玉林二洲 与竹岭帝割大江 难免鞭长莫及 无论如何看 再次吞下元玉林 是大囚王的首选 化身浓人 增兵四十万 莫子想不到的方法 却又恍然大悟 他不出宫门 故弄玄虚 其实借后宫争斗 掩盖真正的动机 暗中调兵潜将 元城 他知道宋帝派了探子在大囚 恐怕被他利用了 元城点点头 局势会是这样的走向 始料未及 何谈也是他的筹谋 我们要求改在上都 对他而言是郑重下怀 一方面由王皇后 涉局陷害你我 与大桌关系决裂 而最好就是换个皇帝 另一方面也是声东击西 不管王皇后能否成功 他已经准备偷袭 莫子 你说得不错 大囚王有统一天下的能耐 他在王皇后夺宫 那夜离开上都 我就觉得不对 只是当时想 端格寿有三十万 金银也有三十万 恒城还有腾锅的十万军 怎么都不怕他宣战 到底信息传得慢 风向一变 要把战火吹回来了 因为大囚的骁然进攻 扬城的气氛十分紧张 每日都有快马进出 尽量与恒城保持着最快的消息更替 十日之后 就在元宝要周岁的前一天 金银送来的信上带了触目惊心的血迹 宋军又失一成 包括宋县在内 立刻 元城决定亲自前往塔江指挥战士 墨子接到明年的传话 急忙从船厂赶回了家 却看到元城抱着元宝 因为这个爹好像抱不太住 要把儿子扔在地上的样子 阿好在旁边时不时伸过两手 一边心惊胆战 说道 大人累了 还是我来抱小公子吧 民老爷子干脆一把抢过元宝 你心里有事分神 可别摔着宝宝 虽然墨子回来了 但元宝在敏家的时候 收服了两位老人家的心 舍不得离开虫孙子 所以就搬到孙女家 说是说小住 目前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据敏风堂哥说 这个元宝十分狐利 笑起来很狐利 玩起来很狐利 睡起来很狐利 吃起来很狐利 简直可爱的没法形容 而且看上去就比爹娘聪明 有一点 墨子开始同意元城 不能对元宝太好 因为宠着孩子的人 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对将来孩子的成长 不见得是件好事 爷爷 我毕竟是他爹 怎么也不会那么粗心大意 元城笑道 并未再抢小家伙 敏老爷子正了正 一时没说出话来 这是元城第一次 喊他爷爷 有点懵 他知道 墨子不肯对外承认和敏家的关系 是为了保护敏家 但私心里 他很想让他们认祖归宗 能光明正大的说 这是我孙女 那是我宠外孙 元城这声爷爷 是否意味着墨子态度的软化 墨子在自己家里 没那么敏感 也对元宝拍手要他抱 无视过去 很担心战况 横城也守不住了吗 不像以往那样 一副了然于胸的淡然 元城收起笑意 难说 所以我要走一趟 丢了城没关系 把人平安带回来就行 战争发生在两个强国之间 就没有一面倒的胜利 一定会有反复 挫败 退后 他不问元城能不能带他 这个节骨眼上 留在船长 把船造快造好 就是他能为宋帝做的贡献 放心 要拼命的 绝不是我这个托儿带口的 是金银 已经拒绝了他两道弃手的命令 但元城很明白 金银憎恨父兄的心里 对玉玲仍保有根的感情 如果再落到大球手中 他的根 就会被毁得面目全非 莫子也知道一些 因为金银的固执 斗律也不肯过将来 让他提心吊胆 此去前路艰险 干脆提前让宝宝抓周吧 借他的福气挡上 脾气泰来 敏老夫人说道 还有这说法吗 莫子觉得主意挺好 可船已经准备出发了 元城心系战局 想着能早一步就早一步 又不是请客吃饭 就咱们几个 摆一桌子玩意儿 宝宝上去一抓完事儿 敏老爷子也赞成 元宝聪明 说不定一抓扭转乾坤 爷爷 他明天才满周岁呢 莫子终于把元宝抱过来 小家伙立刻咯咯笑 拍他的脸 他又对元城说 不过也好 元宝出生的时候你不在 可不能又让我独自张罗周岁 这抓周 就当提前过生辰了 元城不能再拒绝 点了头 张罗起来很快 搬了张大长桌在院子里 将文房四宝 琴棋书画 凡是想得到的 能放上桌的 都搜罗了来 莫子还看到 爷爷偷偷放了把刁刀 倒省他的心 因为他也想看看 元宝会不会有左手的神奇 和公义的天分 差不多了 看着一桌的琳琅满目 放儿子到桌上去 莫子替他犯晕 小小元宝 眯眼皱眉 手脚不知道往哪儿落 他回头奶声奶气叫莫子 娘 元宝 喜欢什么 拿什么 莫子不太确定 他能否听懂 抓起一块檀香木 亲一下 又报紧 喜欢 元城笑他解释的方式 照你这样 儿子可能会来抱你 那怎么解释 喜欢美女 莫子横他一眼 没准来抱你 这么解释 喜欢狐狸 你们俩安静点 敏老太太发话 别干扰宝宝的决定 夫妻俩有志一同 退开两步 暴毙上关 元宝虽然喜欢莫子豹 但又很独立 见他退后 他便毫不犹豫转过头去 看起桌上的各种东西来 也不像别的小孩 边爬边摸 他的胖手胖脚 趴在原处 慢慢转了个圈 然后往一个方向爬去 文房四宝 爬过了 敏老太太微叹 琴棋书画 爬过了 元宝轻声道 向他 立刻遭莫子白眼 说他没艺术涵养 腌织水粉 爬过了 民老爷子暗道 这谁放的 来诱惑他的宝贝重孙 明年的眼神有点心虚 刀剑棍棒 爬过了 阿豪不敢想 难道 宝宝纹不行 虎也不行 刁刀木头 也面无表情爬过了 莫子咬牙笑 这小子是个笨蛋吗 那么好玩的东西都不拿 元宝伸手抓了一个布包 想把它抱起来 试了几次喂果 指好小熊扑 回头又叫娘 好像是让莫子帮他拿起来 什么东西 神秘兮兮的 还拿布包着 元成走过去 元宝跟元成向来有点顶 见来的是他 就用屁股对着 继续熊抱 继续喊娘 元成才不理会 一手就将元宝拎起来 交给阿豪 等他把小包解开一半 却是一愣